我们来看到日本警方拘捕了四名中国人 他们涉嫌乘坐一艘柬埔寨注册的货船 贩运三公斤的冰毒到岗山 事件接获献报的警方人员当场将其中三人逮捕 另外一名逃脱的女子在第二天在横滨落网 自然都否认控罪 声称不知道那些是冰毒 再来关心一下最近一段时间 美国在亚太地区一系列的搭台布阵 引起了各方高度关注 经济上力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 而军事长宣布在澳大利亚北部驻军 最近关于中美澳展开三方军演 也再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尽管中美澳三方军演并不是第一次提出 但美国最近在亚太地区的最新部署 还是引发周边地区担忧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史密斯表示 卡培拉方面将会严肃考虑 与美国和中国一道展开三方军事训练的可能性 中方一贯是坚持这个平等 互信互利合作的新安全观 那么我们也认为呢 这个在和平发展合作的这个21世纪 我们希望呢 这个各方也能同中方一起 能够坚持这么一个观念 刘卫明表示 亚太地区很多方面和其他地区不一样 强调要照顾大家的舒适度 在亚太地区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 怎么做 什么时候做 都应该从这个地区的现实的情况 以及这个积累的宝贵经验出发 要充分的协调 听取本地区各国的意见 要照顾大家的舒适度 在加入TPP方面 日本向美国刨出橄榄枝 日本前外向前员成斯表示 TPP不是封闭的经济联盟 不应该视为美国对中国的包围圈 而对于加入TPP 中国外交部曾多次表示 对此持开放态度 但目前并未参加TPP的谈判 阿亚威士南苏孙哲 北京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圣童